韩国队5比0大胜新加坡从比分上来看的看似轻松 但实际上直到上面是43分钟才由曹贵城打破僵局 新加坡这个631铁统阵的主要是要盯防韩国队一个边路的黎康人 孙锡明以及黄启燦 这场比赛就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练 韩国队不断在扯动转移 想在边路需求突破 但是新加坡的阵型包括他的娇人都做得非常好 尤其在边路他的后腰和中后卫紧盯着对手这几个关键人物 韩国队只能是在禁区外不断的这种倒角转移 无论是在左在右 我们看到新加坡局部的边路防守 两个人三个人已经来到这个区域 没法让对手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去利用 韩国队的超强的个人能力也无法施展 他只能靠一些携传进区的这种配合 李刚人给曹贵城 曹贵城的百度下来很清楚这个李在城的门前包抄 还是李刚人利用个人的突破给到原点的李在城充顶 可惜这个球被手边扑出 破密基防守的中锋的作用都比较凸显了 这个球曹贵城在禁区里捡了一个二点球 这还是跟李刚人的那次连线 曹贵城在卡塔尔世界杯上一战成名 这个球员是非常愿意动脑子 你看他这个无球移动先是一个假跑然后把对手的盲区去抢点 这个球也是先看自己是不是属在阅飞位置 然后再去插对手一个类拨 相当于一个边风的作用 下底船中给到了后点的黄启燦 后者攻门得分 我前一段时间有幸在现场看了这个中日德兰的比赛 曹贵城呢 身高马大 粗中有气最难能可贵是他这个球伤的表现 所以国足的中后卫一定要对他严加的定访 年轻的李刚人呢在这支韩国游战队中已经成了中前场的核心了 他的个人的组织进攻的能力 他的个人的攻击能力 甚至他的这个左右脚都比较均衡的这个特点呢 在这场比赛中也发挥的比较的全面啊 这个禁区外的远射呢 也是给他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韩国队中前场的边风还是太多了啊 就孙新兵呢只能往中路靠 在中路的这个空间比较狭角的均匀呢 他无法施展 韩国队这场比赛 在两个禁区小的这种斜传球的次数是非常多了 而且成功力很高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这支韩国队是没有时候位的啊 尤其是在李在成已经过了三天风时期 谁去站出来 传那角关键球或者倒数第二传 一旦遇到对手这种比较密集的防守时啊 当他们出现急躁情绪的时候 究竟能不能有人站出来 这一点呢还是值得去再看 新加坡队利用了韩国队一次造越位上 有点不统一打过一球 但是后来还越位了 这样呢定位球应该也是国族队应该利用的这种进攻程度